第七百四十三集 胆战 北风冷眼旁观 同为人族却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死了也就死了 与自己无关 痴 这痴暗金色的爪子缓缓向着宁恶抓去 速度很慢 但像是在享受宁恶的恐惧 宁恶也是天骄 但其实力比起痴来差得太远 以至于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一颗充满恐惧的头颅被暗金色的爪子缓缓地覆盖上 而后猛然地炸开 所有人都是惊弱寒蝉 这些荒族的实力超出了众人的意料 这下麻烦了 这些荒族的实力居然如此恐怖 看来 这一次充满了变故 绝对不能够让荒族得到主要 受到压力的人族舞者 心里默默地想着对策 但是片刻之后 都是苦笑摇头 每一个人都是天骄 都有自己的骄傲 又有何人能够让这些天骄联手呢 相反 这荒族一边 明显是以女子为主 凝聚无比 固然人族这边人数占据优势 但却是一盘散沙 可以预解 一旦生死搏杀之时 绝对不是眼前这些荒族的对手 但是更多的人呢 则是向北风投去了目光 让异形人想不明白 北风明明是一个人类 却为何与这一群荒在一起呢 而且看样子 荒族一边对于北风没有敌意 反而是不少荒族人看向北风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敬意 北风自然是注意到这些目光 但却没有任何解释的意思 单手虚抓 直接把黄鳞像是托死狗一样的凌空抓起 而后北风的身子缓缓融入到黑暗之中 喂 帝女勋的声音从北风的身后传来 怎么了 北风头也不回 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 你可别死了 我们的这一架还没有打完 帝女勋对于北风呢 说不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敬意 也有比 敬意自然是对北风实力的认可 但是鄙夷呢 则是北风那一副死要前的等等模样 两群人大眼瞪小眼 都是恨不得杀光对方 但也知道这根本不现实 最终荒族人簇拥着帝女勋离去了 人族一行人则是远远地跟在后方 北风浑身沸腾的气血缓缓平静下来 最终浑身的气息消失不见 看起来啊 就如同一位手无腹肌之力的贵公子一样 这样做呢 虽然不能够瞒过同境界的舞者 但是瞒过一些妖兽之类的 却是可以的 眼下这一群深渊之中啊 可不是一番风平浪静的 可谓是危险重重 深渊之中 不时传来一阵阵的咆哮声 与粗重的呼吸声 北风此时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连呼吸也是屏住了 脚下更是落地无声 呼呼 不通不通 深渊很大 四通八达 又是伸手不见五指 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 一道道呼呼的风声 带着强烈的心跳声 在北风的身旁响起 北风之所以这么小心呢 正是因为身旁不远处 匍匐着一头 庞大无比的凶兽 这头凶兽长着猪脸 但整体却是青年獠牙 皮肤上有着一个个的倒旋 如同一道道龙卷风的图案 这头凶兽的浑身 带着很大一股臭味 让人作傲 但仅仅是趴在那里 就让人心惊 气血滔天 北风不愿意招惹 这头凶兽其实力啊 远远超过了万年尊 自己不是对手 北风也没有动用气血 而是直接把黄鳞拎在手中 悄然无息地 向远处离去了 不通不通 北风的心跳声波 被这头青面獠牙的凶兽牵引 心跳速度与其一致 无声无息地 青面獠牙的凶手 闭上的眼睛 露出了一条细微的缝隙 啊 啊 头好疼啊 殿下 我们的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北风原本呢 就怕弄出声响 却是没有想到 黄鳞居然在这个时候醒过来了 尽管声音很小 但是在安静无比的深渊之中 却是显得格外刺耳 特别是这附近 可是有着一头凶兽的领地 周围很是安静 没有吵大的声音 但是这个关头呢 黄鳞却是突然醒来 出乎北风的意料 北风的精神 都集中观察凶手 与控制自身上了 却是忽略了黄鳞 此时深渊之中 漆黑一片 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脸色 但北风也知道 肯定是黑如锅底了 砰 北风二话不说 举起拳头 就给黄鳞的头颅上来了一锤 黄鳞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又昏迷了过去 北风并没有关注黄鳞 而是看下呢 隐藏于黑暗之中的庞大的兽区 当看到那头 轻面獠牙兽啊 没有任何的异动时 北风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离开 不敢停留 当已经远远地离开之后 北风才吐出了一口浊气 目光不善地盯着黄鳞 要不干脆地弄死这个二傻子算了 北风脑海之中闪过这个念头 方才可是把自己吓得不轻啊 盯了黄鳞看了两眼 北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赔偿 必须赔偿 为了弥补我 受到惊吓的损失 欠我的零食翻倍 现在是两百万极品零食 北风这样一想 心里就愉快多了 可想而知 当黄鳞醒过来 肯定也是一脸懵逼啊 这就欠下两百万极品零食了嘛 而当北风消失不见之后 那原本在地上躺着的青年疗牙兽 也睁开了眼睛 按理说 这一头凶兽的双眼之中 应该是一片残暴之色 但是此头凶兽一对深青色的毛子中 却是闪过了脚霞 而后一脸期待地看向北风走来的方向 仅仅片刻之后 已经离开很远的北风 就听见深吼 有着一道细微的声响 断断续续地传来 伴随着一阵阵强烈的能量波动 只是后面那些舞者 与青年疗牙兽打起来了吗 北风听着深吼 断断续续传来微弱的声响 若有所思 同时啊 也在为那些人默哀 不知道经过这一劫 还能有多少人活下来 这头妖兽的实力恐怖无比 绝对在洞虚境 或许还不止 这样的修为啊 哪怕是人族荒族联手 也绝对不可能是其对手 唯一能做的就是跑 跑得比别人快就行 同时北风有些后怕 要是自己经过的时候 那头妖兽突然发难 恐怕自己也是凶多吉少 此时 一道响彻深渊的兽吼声响了起来 蕴含着莫大的威能 隐隐带着一些精神攻击的能力 让昏迷之中的黄铃的眉头 不自然地皱在一起 北风发觉不对劲 在此一声售吼响起之后啊 深渊之中先是一静 而后猛然地沸腾起来 无数的兽吼声响起 伴随着一股股强大的气血 沉寂了不知多久的深渊 放若一下子充满了生机 活了过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